主要就是说我如果今天要达到所谓的输入自动化的目的 那最好其实你在输入的时候最好可以很多地方都自动带出东西 带出你要的资料 比较可以避免输入上面的错误 那要怎么带这边的话特别注意 单号是比如S0008 这个单号是他自动产生的 后面有个销后明细 就是说我如果今天假如有个客户打电话来 他说要订东西的话 那比如说今天日期自动带 那比如说他会跟我讲说我要普通键 那普通键后面这个公司的话呢 他会自动避开礼拜六礼拜天 因为礼拜六礼拜天没有上班 那如果普通键的话五天 那因为今天礼拜五嘛 礼拜六礼拜天没上班 所以礼拜六礼拜天不能算 才五天就五天 所以这个后面的公司怎么做的 OK第一个第二个就是说呢 如果我希望透过客户编号 所以这边有个客户编号 我们可以定义一个名称嘛 那我前面讲过这边一个下拉清单 可以透过下那个客户编号 自动带出他的名称 OK还有他的电话地址 另外呢如果他里面是空的话 他另外三个资料也会是空的 这个好像不知道前面是不是都讲到都类似的 就是如果B3他等于空的话 那相对的其他我自己本身也是空的 反之呢就去什么呢 用B2函数去查什么 根据B3就是根据客户编号 去帮我查客户的这个对照表 那这个客户的对照表呢 基本上指的就是这个客户的对照表 指的就是这一个啦 这一整个 那也就是说如果今天查是0 那比如说001好了 他就自动会帮我带出其他的资料 分别在第二栏第三栏第四栏 所以基本上如果我做一个之后了 这公司可以复制贴过来把它改成3 贴过来改成4 那就是当我下拉清单的时候 他会自动带出 如果我删除他会自动删掉 OK这个是有关客户自动化的部分 那另外商品编号道理是一样的 一样会有个商品 有没有这边有个商品 一样会有个编号 自动帮我带出他的品名规格跟单价 所以我这边也是向他清单 他电话 比如说那有几个 那数量我这边也是写固定的 因为最好还是不要让使用者打 比如说最多你只能定五个 那你就定五个 OK好 然后呢 再你要定什么 再选一下 然后再要定几个 那自动会带到他的小计 就是把这个单价乘上数量 最后小计 那小计完之后的话呢 最后上面 再帮我做一个total的小计 好 假设说我今天呢 这些资料都订完了 那我希望怎么样 可以把这些讯息给记下来 那所以这个时候你需要怎么样 以往可能需要把它写到资料库啦 不过其实 Excel本身呢 就可以存放资料了 你干脆就写在哪里呢 后面有个销货名系 那这个销货名系里面 我大概就是几个栏位 从单号一直到销货总额 我如果希望存总共有八个栏位的资料 那我希望怎么样 当我按一下新增资料的时候 他自动帮我把这些上面的讯息 把它存在销货名系里面 那要该怎么做 按下新增档案 OK 新增资料 你会发现单号自动帮我加一 本来是0008 那我就把这一笔记录先写到这边来 最后的话 帮我把这个表单清空 并且把单号给加一 OK 那这样的话 就可以比如说 又有个客户打电话来 他的键数比较起基建 然后呢 他是哪一个客户编号 然后他要定什么东西 一样我告诉我数量 一样的方法 那我最后的话呢 又一个订单了 按个新增 他又帮我存起来 那这样的话 实际上就有点像竞销存 简易版的竞销存 所以基本上 以Sale如果说要做出类似像 简易版的竞销存 那里面该做哪些事情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 请各位待会 开启这个销货单 在我们的那个范例档里面 有一个叫销货单的这个范例 那把那个范例打开之后 稍微了解一下 首先的话 几个重点 第一个 单号 这个先不要改好了 订单日期的话 就the day 那可是到后日期的话 应该哪一天 记得要避开六日 那我们这边会有一个 比如说到底是 普通键还是 那这个会有个对照表 对照到我们的呢 邮件 我这边有个邮件 比如说普通键是五天 那我应该可以查 查回来之后的话 再跟今天日期相加 可是需要避开六日 避开六日 那用哪一个函数 可以避开六日 前面好像我们在日期时间里面 有提到 有一个那个计算公时 有一个networkday 这里的话呢 networkday回来的话是几天 那workday是哪一天 所以基本上 这里我们是用什么 用workday就可以了 那workday里面的话 基本上就是 我先给一个start day 就今天 那另外的话 利用V路函数 去查什么 查这个普通键 这个 比如说就是键 然后去邮件 我这后面有个邮件的对照表 把他的这个第二栏查回来 比如说普通键就五天 回来就五 所以意思就是说呢 五天之后 按个确定 他会自动帮我避开礼拜六 礼拜天 所以你会发现 理论上 应该如果以今天来算 12345 应该是这一天 可是你会发现 他回来是这一天 为什么 因为他避开礼拜六 礼拜天 OK workday的话会有避开六日 那后面的话呢 下拉清单 客户部分 我是用什么 用那个 前面讲过 资料里面的什么呢 资料验证 资料验证里面的话 可以设为清单 来源的话呢 就是用个名称 所以你后面必须要自己 先定义一个名称 叫客户编号 然后所以 按确定之后的话 这边就有下拉清单 那分别呢 后面就是 把那个客户 这边后面可能 你要再建一个客户 这边叫客户 这个范围 我给他取名叫客户 再把他的第二栏 第三栏 第四栏 分别把它带到前面来 如果前面是空的 就给空的 反支的话 就把资料带过来 那另外商品编号 这部分也差不多 画面先还给我 先试一下 那其他细节 待会我们再来看 那里面可能会 比较困难的应该是 最后按下那个新增资料吧 就是我们可能需要 把我们需要存的 存在后面的销货名系 所以这个也是一样 跨工作表 跨工作表 然后存完之后呢 再把前面的工作表 的某些栏位给清空 清空之后最困难的 就是把单号自动怎么样 加1 可是单号呢 这边是S开头 S0010 那这个其实会有个问题 就是说 它的单号 前面如果加一个S的话 那表示它是一个文字 文字你不能直接加1 所以怎么办呢 你必须把它的那个 这个单号 数字的部分 跟文字部分先分开来 因为数字部分可以加1 那最后再把它先分开 加了1之后 再把它串接在一起 这样子的话 这个单号才不会有问题 否则的话这个单号 可能你直接加1 会产生问题 这里我想各位可以先 大家了解一下这个消货单的逻辑 那其他细节部分 我们待会再来看 然后 谢谢 谢谢 谢谢